歌曲那不曉得我们的Benjamin范平庚的版本又有什么不同呢 是圣希尔达 宗旋的朋友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掌声欢迎Benjamin 阳光越过穿越 我在阴影里面 在故障五十三月 就漆黑一片 没有人看得见 我先藏住了一半年 只能眺望东边 你的世界太远 趁到想象的季节 幸福有多甜 黑夜已吞噬我 就是拉不到你的手 因为我活在西边 只拥有半个白天 一到午后夜色就蔓延 虽然和你面对面 却看不到我的脸 感觉到你不安的视线 但未接的爱 只拥有半个白天 等着几道晓天的催眠 在长夜的边缘 给我一丝幻线 和你能多看我一眼 只能飙有半个白天 之能跳完冬夜 只能 vote每蛋 只能跳完冬夜 黑夜已吞噬我 就是拉不到你的手 在世界的那一边 只拥有半个白天 等自己到上天的嘴边 在长夜的边缘 给我一丝光线 让你能够看我一眼 因为我活在西边 只拥有半个白天 一到午后夜色就蔓延 虽然和你面对面 看不到我的脸 让你能够看我一眼 同样的一首指定歌曲 两个不同的版本 那目前呢 两位演唱这首歌的南参赛者 都已经在舞台上了 我们要来看看我们的校园评判 对他们有什么评语 好 Sean 先聊聊你 我记得在半决赛我曾经跟你讲过 你有三大弱点 第一个就是你的低音 第二个是你假音 今天你犯了这两个弱点 那个低音方面呢 有一点点没办法到 而且音色很尴尬听起来 然后后来那个假音那个地方呢 也是有一点点奇怪 不大稳 这是你两个问题 其余以外你都OK Benjamin 你的声音呢 比 Sean 来得比较柔软一点点 可是你的大小声 轻重音还不够清楚 大声不够大声 小声不够小声 就像菲威老师说过的 你要期待参赛者 你的那个跟你一起比赛的 参赛者的错误 Sean 犯了错误 所以你应该是很高兴嘛 对不对 怎么知道你自己也犯错误了 所以起舞相当哦 加油大家加油 比赛嘛 其实就是要 不要自己不要犯错误 也希望对方犯错误 问题就是你两个都有犯 Sean 你忘记歌词 不只是忘记一次而已 你是希望没有人发觉啦 但是我们有啦 所以你是忘记歌词的 问题就是Benjamin 你唱的那个旋律 其实那个字吹脸 就是你们两个都踢脚蛇 就两个都是 但是哎呀到那边就哎呀死了 OK 所以就鼻子鼻子啦 加油 OK 其实你们两个我觉得应该放松 你们都太紧张了 你们都很紧张 然后 两位其实共同的一个错误 就是你们的低音其实都很弱 这首歌跳上这首歌前面都很低 所以前面低音其实都很弱 然后两个人各犯一个致命伤 知道如果旺词到了我的手上 就好看了 所以旺词是不行的 然后Benjamin 你自己在高音的部分 你可能那时候太得意了 哇 Sean有犯错了 我来了 结果你 你知道吗 突然间我突然间醒了一下 好不好 所以加油加油 不要紧张 Sean 我觉得呢 你一出场的时候其实 你知道吗 我很喜欢你的笑容 从照片上我一看 哇 很阳光 可是呢 这个歌呢 你的表情太苦了 不至于这么苦的 好吗 然后是你出场的第一首歌 你必须要借第一首歌来 散发你的魅力 然后第二就是Benjamin 你笑容我很喜欢 出场的时候很有那个大将之风 然后呢 必须要注意的是你的vocal register 刚才你的那个假音的部分 你的head voice用得不好 所以要crack了 注意一下 OK 我是第一次看你们表演 所以没有前面的负担 第一位参加者 我觉得你的问题比较大 是在节奏感 你整首歌基本上拍子乱七八糟 唱现在的流行歌曲 慢歌呢 也是要有groove的 我觉得你节奏感没有抓到 可是音色蛮好 然后第二位参加者的节奏感非常好 我蛮喜欢节奏感 可是你的音色呢 比较单薄 你的共鸣比较 比较无趣 可能声音方面的辨识度不够 所以这一回合我觉得你们两个平分秋色 好那听了我们五位校园明白的评语之后呢 他们将会在下一个回合之后呢 再为Sean和Benjamin来打分 待会儿才看他们又说彼此彼此 然后又觉得他们表现都是势均力敌啦 是这个时候呢 最关键的应该是来看看我们的SMS还有电话的投选了 对大家都很紧张 SMS还有电话的投选到刚刚十分钟前 到底局势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男子组方面的SMS加电话投选 目前战时领先的会是谁呢 我们的Sean还是Benjamin 你把电话投给了谁呢 他就是 恭喜我们的Sean卓宣证目前的战时领先 是 这个时候呢 就是Sean的朋友呢 也千万不要松懈下 还要继续为他拨打电话 Sean M1 投选号码呢是19001127701 或SMSM1到7199 那如果你要支持的是我们暂时落后的Benjamin的话 记得你可以拨19001127702 或者SMSM2到7199 是 两位男生呢 现在呢已经听过了评语 现在要稍稍地休息一下了 是紧张的 对 因为我们两个都紧张啦 对 好 那待会呢 广告之后我们将会有快歌舞曲 看看我们的参赛者 怎么施展舞台魅力 待会见